来关心新港厢的消息 本港是早年的北港和新港一带 用近九年1973年 当时的冠令在这里建立冠行室 冠令府府来这里建立办公处 现在围在新港台形共保姓台地廟的旁边 是当年班头处刷出的本港冠行室 以至有缘存在 现在是冠三及五十 真特地来一专探索历史文化 本港是早年的北港 新港一带 清朝电子楼五十多近代的企业 也因为发展的车 由是港口行为欢迎 用近九年一起三一年 当时的冠令在处设立冠行室 冠行时机冠令的府省 协助冠令做的事情 冠令府省来这里建立办公室 原本的冠行室是设施办导处 也因为大水灾 将本港一分为例 先为百分年北港 南为家宜新港 冠行室就这样 以涉及新港陆队 或者是现在新港台形共保姓台地平 以至一年历力既亦本港欢迎进入冠令 现在市委改官三级五十 日前华无情理 来自由可依来建立冠商 这一项冠行部署 做一日的副管党 世纪是不错的民众 新港兄长不得 用一句话来形容 幸福会是什么 光着脚踩在土地上 两句话呢 我说经常都说 人生有的没的事情 有很多啊 我们就尽量比较简单 三句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喜 自己的家庭在这边 去做自己喜欢的 幸福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吃到产地 最新鲜的猪果 所有的食材新鲜 是非常重要 所以台湾的很多主产 现在都变成冰冰 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 看到一大堆 苛壳堆成的山 几百年没有办法 解决的问题 嘉义县 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 愚民把他不要的东西 他可以换钱 就政府来讲 他可以减少污染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海费变黄金